在二合开21号艺术区的婚纱摄影基地 借着摄影基地独具特色的景致 拍摄婚纱照的新人们摆着唯美浪漫的姿势 在摄影师的调度下拍出一张一张动人的婚纱大片 不少新人告诉记者 受疫情影响不仅婚礼延期举行 一直期待的婚纱照也不得不延期拍摄 现在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档期 原来计划是6月份6月初嘛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就家里人也过不来 所以可能就要延迟了 因为本身也是婚期比较赶了 要是再不拍的话 然后我们也用不上婚纱照这些东西 受疫情影响 整个婚纱摄影行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今年年初随着消费复苏的节奏加快 一度被冰冻的婚纱摄影业 在三四月初迎来了一波回暖 摄影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复工后的客流量虽不如往日 但店内仍有不少过客 正在选择拍摄套餐及拍摄场景 以前我们的大概的接纳的量 在60多往上 现在我们可能一共两个棚 加起来有2000多平米 一个棚现在我们只容纳10多客户 两个棚也就是20多客户 因为我们是做时尚行业嘛 大家的这个场景 要跟得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潮流嘛 所以我们在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小部分去更换 大的 很大的场景 我们基本上一年左右 我们会去调整更换 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 疫情防控也不能放松 婚纱照的拍摄包含室内及室外场景 需要摄影师 化妆师近距离接触新人 为了做好防护 基地的消毒工作必不可少 我们严格执行核酸检测证明的这个查看 一旦有超过的这个情况 我们都会退于 以退票的形式退给客户 不能进入咱们这个基地 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健康宝 再一个测温 这个都在严格执行 另外我们场地内每天 有四次的这个消毒的一个记录 对于照片拍摄质量 基地也是格外用心 不走模式化流水线式的拍照路线 而是根据顾客形象气质需求 私人定制拍照风格 在风格上更为灵活有个性 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 我们也是有几方面去考虑 第一呢是有待政府的这个政策下来以后 咱们对咱们的租户进行相应的租金减免 这是一方面 第二呢公司会加大力度 做这个公司园区的建设 这样呢为将来这个各个租户的经济恢复 做一个准备 做一个铺垫 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向好 不少准心人正慢慢将婚纱照拍摄提上日程 在此记者提醒 情侣们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安排行程 留下一份美好的人生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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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